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宗晨 我这边有《飞行禅》跟吐唐还有吴宗晨 《维电影工作室》 《维电影工作室》原来最早就想要拍卷称的故事 还有《道路老兵》的故事 还有讲很多这些故事里面相当有传奇性 相当有戏剧张力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什么 聊的是说,所谓的自媒体 像我这个就叫自媒体 自媒体就是像我自己架机器 我就可以录影 我就可以讲事情 甚至于我还可以演戏 只是我现在没有在演布袋戏 没有在演布袋戏 我傀儡戏戏 甚至于自己坟墓登场 就演一出戏 跟人家演这个对话 因为找不到对手 那我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当初的微电影工作室 是想要拍一些有深度的这个电影 短片 微电影 微电影就是很短的电影 把一个情节压缩到很短的一段 比如说20分钟 30分钟 十几分钟 甚至于5分钟 6分钟 那更短的就是什么 CF就是所谓的广告影片 那就是在一分钟以内 因为它是那个分秒必争 一秒就要几百万的广告费 所以那个广告 广告是最精辟的一个 但是这个广告它有联系性要吸引人 所以它也有很多悬疑 很多包袱 很多的伏笔 所以有很多日本很多成功的广告 都是像联系剧一样 让你猜 今天给你一个惊奇 然后最后结局的时候 又给你一个悬疑 然后下一次又出现了 接续上一个那个时候 然后结果让你很惊讶的时候 有一个惊讶之后 它又给你一个伏笔 然后让你接着想看下面那个 结果你看这个广告 比看那个电影 看那个节目的正片 你还觉得还吸引你 那就是广告成功的地方 各位如果有兴趣 可以看看日本的广告 甚至于泰国 甚至于那个新加坡的广告 好像都比台湾要精彩 这不是外国月亮比较严 那这个就是叫 所谓微电影 就是把这个元素给它浓缩 因为微电影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用豪华背景 也可以用服装道具什么 这些东西你也都可以上 甚至于你可以从一个电影 把它剪辑成一个小的 一个微电影也可以 当然这里没有版权的问题了 那些所谓影评这些东西 可能都涉及侵犯到版权 因为他用了人家的影片 人家未必见得同意 那再来就是 微电影这个名词 风行的一阵 微电影就等于是 一些小说的极短片 极短片它也有头尾中 这个里面的剧情 都是完全丰富 而且多彩 而且还有一个首尾相应的 那这个之后 微电影基本上是一个单元 一个单元一个剧 单元剧 那我以前想要拍微电影 也是想要进攻那个公共电视的 那个人生剧场 这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最值得看的 那个那个 这个电视剧 不是不是那个三台 也不是什么第四台 也不是什么乡土剧 什么都不是 而是人生剧场 因为人生剧场是一个单元剧 他就是 就演 就是就是一个 一部戏就是一个故事 而那些故事往往都蛮深刻的 有那个 但是很少有是学生的作品 大部分都是一些 蛮有功力的导演 演员在演的 那我觉得没有台湾缺乏 这种素人 素人导演 素人演员 还有素人编剧 这些 这些 这些所有的第一次 上阵的这些人 推出一个很精彩的东西 那这因为 因为十年魔一剑 所以 素人的东西 我们很难期待 他有非常精彩的演出 那现在又有一个东西 叫 一个新名字叫 网剧 什么叫网剧 就是网路里面的戏剧 那个戏剧的意思就是讲说 它不见得只有 刚刚讲违电也是单元剧 那这个网剧 有的时候不是单元剧 它是连续剧 就像电视的连续剧一样 你可以把它设定成 每一集只有 只有五分钟 六分钟 十分钟 你可以自己设定 因为一般的电视连续剧 大部分就像 一堂学校的课程 一堂四十五分钟一样 再加上前头尾的 广告 中间在插播广告 所以他整个的 有的时候还要脱戏 因为如果他卖座的话 他就脱戏 希望增加人家看到广告的机会 而不是看到正片的机会 所以会很松散 而单元剧不是 他就是要 一次就要把你全部交代完毕 不管他有没有剧力 就是要交代完毕 那网剧 他也是这样 但他可以是连续剧 可能可以是几集的 一级两级或三级 甚至于五级六级 甚至于十级 那如果你要再长 人家就忍受不了了 除非你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除非你要讲历史剧 大和剧 你才有可能搞个 搞个十几级 通常大概两三级 两三级大概就撑死了 除非你把那个每一级的说得很短 说得很短 你就很难表达很多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 这都叫网剧 那这个网剧 有的人把这个网剧当做是什么 当做是那个 影剧学院的那个表演系的那个 或者导演系这些人的练习教材 比如说他《断装奇遇》一段故事 就演这一段故事 看你这些演员能不能进入状况 能不能把那些台词 转化成一个感人的一个场景 跟声调 还有表演 那这个部分 就有个笑话 就是有人拿这个来做那个诈骗 局诈 各位有兴趣可以看看 我那个网剧局诈的那个 这个互联网 互联网时代的 西梦人生 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那个 那这个网剧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展 在台湾我们也有 也有一些网红 也曾经拍过那些 但我是觉得 我始终觉得因为我64岁 大概这个过境千帆皆不是吧 所以我看过这个 曾经超海难为水吧 我看过这些所有台湾的网红 我都看不下去 看得如坐针毡 因为我始终觉得他们不管是表演 不管是任何方面都不到位 可能是因为我童年的时候 看过太多专业的演员 专业的剧团 在演出话剧 演出这些各种 各种的那个戏曲 什么的 看多了之后 所以曾经超海难为水 所以对那些 素人半吊子 这些突然冒出来的人 觉得他们看了他们表演 始终觉得 这个 不来近 那总是觉得说 他们那东西 让我看不下去 那可是网剧就可以练习 我曾经看过很多人 想说 如果说你要学电影的话 他一定要试拍电影 那你要有剧本 你不能超别人的剧本 那写剧本就是一个问题了 编剧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再来就演员有没有演技 还有就是因为你的编剧 又松散 还有什么分镜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 真正电影 你要搞电影 从事电影这个行业的人 都要了解的 哪怕背景或者是灯光 或者是什么收音 什么 这个东西都有一整套的 一个专业在里面 那这些专业在里面 网剧就是一个非常好练习的 那个对象 台湾我们不要讲好了 我们讲大陆好了 大陆有很多这样子的人 他们是挤不进去 所有的外围圈挤不进去 现在隐居界 隐居界也不会要他们 他们呢 也因为挤不进去 所以他们只能在 在网络上面发表 这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网剧 有些人成功了 当然我们看他们的成功 有的时候也觉得 他们用了什么罐头笑声 什么也已经很烦 还有一些段子并不新奇 那还有就是那个表演的 有点过于夸张 等等等啊 你不要像看 以为说那些人 好像就是在马路上 随便随便找来的 其实他们可能 长得像农民 可是他们可能都是 影剧学院 或者表演学校 也出来的人 专业训练过的人 那像这样子 在大陆 有很多这样的网红 现在已经上到荧幕上来的 也蛮多的 有些新锐导演 后来的大腕的 都帮他们 帮他们这个 演他们的电影 像这样子的 因为他们参加那些 那些什么 嘎那 什么那些 影展的时候 都得奖 外国人特别喜欢看 异国风味的东西 所以在本国进演 或者是 没人看过的东西 或者看了以后 没兴趣的东西 外国人喜欢看 这东西就像是 异国风味 你常常可以看到 中国女人摟的老外 不管是肥的 瘦的 黑的 白的 黄的 那 很少看到 那个 外国女人摟的 中国男人 这样其实比较少 那就是异国风味 他觉得说 你就在 人家对方 有很严重的体位 体臭 他一样 一样往上靠 可能有钱吧 还是什么 还有其他 是某种吸引力吧 那是体外话 同样的 外国人看中国 也是一个异国文化 他可能并没有了解 深入了解到 这个影片里面 有什么那个 但是因为 他是 他是第三者 从第三者的角度 客观的来 看你的这个影片 所以给了他们评价 给了他们什么讲 什么 金雄讲 什么讲 都不是 在国内根本不认识这些人 结果他们一下子 从国外拿来讲回来之后 在国内就 就红了 就火了 那实际上 那些 有的时候你可以看 他们的那个影片的画质 或者是什么背景 或者是各种方面 有的时候还低于我 这个 这个效果 那这是题外话 我是觉得说这个 这个刚刚讲 刚刚讲了说 有微电影 然后又有所谓 CF就是广告影片 然后现在又有一个网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之有 有趣的那个 一个时代 也就是我想 吴东城为电影工作室的目的 原来就想说 我以为会有很多人有兴趣 来来来 但是很多人 他愿意做群众演员 跑在背景上 耶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真正想要沉下心来 先了解电影是什么 有哪些东西 然后再来研究一下表演 再来就是你如何感人 如果不能感人 那就是空击河 没有意义 拍了影片就没有意义了 你的故事架构 你如果看了 你自己觉得这个故事 敢不敢动你 如果能够感动你 那才能感动别人 如果你自己都不能感动的话 那你要感动谁呢 但是无论如何 刚刚讲的时候 网剧 微电影 CF都是一种工具 都是一个锻炼自己 这个拍摄影片 组织团队的一个 这个练功的一个机会 跟工具 以上我真的跟各位分享一下 新型的这个网络媒体 网剧 谢谢 谢谢 谢谢